哈喽同学们 哈喽同学们 杨阳 对 那你也是来司机的 哦我是 加油杨阳 我的天哪 哈喽杨同学你好呀 哈喽学长 你好 今天就我来带你好好的逛一逛北外吧 好的 来交给你今天的第一个小任务 提即将入校新生搜集十条校园的小贴士 其中呢必须包含六种语言 嗯六种语言 不是大问题 在我们北外有101种语言的 我们收集好的小tips可以写在这个本子上面 没问题吗交给我吧 那我们出发 出发走 我是来想请大家帮我一个忙的 有什么事情是大家来到北外之后才知道 在北外可能听到很多奇怪的语言 各种各样的语言 然后了解了之后才知道 这是我们北外的一个特有的语种 其实我们北外的女明星是我们学校里的猫咪们 然后就是我们学校里的小猫呢 她会跑到教室里和你一起学习 我觉得对我来说非常的可爱 而且新鲜 当我学习法语然后学习国际关系 是因为我一直想成为一名外交官 我觉得外交官真的很酷 然后其实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爸爸的这个给我的一个规划 就想让我做翻译官 长大做翻译官或者是做外交官 所以我想请大家帮我给忙 就是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给 即将入校的2023届的新生们 一些经验什么的 我们用双语来写 好 可以 好 拜拜 谢谢 这次我站进的位置 就是全程整的看到她的特领 她展示 她的特领真的很好看 北外舞蹈社团新学期又要招新了 杨阳同学去为他们做点什么 那我们现在就去排练厅吧 走吧 走 我们去看看他们在做什么 杨阳同学你看 这个是我们的排练厅 这会儿舞团同学 应该正在这里排练节目 我们去看一眼 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嗯 嗯 我今天正好带了 专业的社长老师 嗯 然后我觉得我想把他们最美好的 这个 排练的时候 给记录下来 好主意 然后还有个DV 嗯 那你在门口等我的暗号 我一挥手 你就可以进来 我先带摄影老师们 进去打探消息 老师们给我走 这些老师是我们学校请来的摄影老师 专门为我们来拍一个周星的舞蹈视频 真的好了吗 好的 我们快快准备一下 老师开始给我们拍了 好 谢谢大家 看他们现在跳舞 就能想到我小时候练功的样子 排练时候的样子 我进去了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位摄影老师有一些眼熟啊 快给大家打个招呼啊 杨阳同学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杨阳 哈喽哈喽 我在记录你们排练舞蹈时的最美的圣街 谢谢 谢谢 老师在里面去跳舞 我先把腾动舞 知道学长也从小学舞蹈吗 那学长会不会为扇子呀 我我吗 梁梁展示表现 我 嗯好像扇子我 我们小时候确实练的比较少 那太好了 我学了一些技巧 二妹有没有兴趣尝试一下 你来 您这位新同学可以快快尝新体验一下 好 那你动作是什么样 就是我一个很炫酷的开扇的方式 就是要这样 中指放在这里 中指放在下面 嗯 快一点就行 你看 然后这边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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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是吗 这样 勉强 勉强合作 那我们知道洋洋学长其实是从非常小的年龄就开始学习舞蹈的 那洋洋学长对于我们舞盘的同学有没有什么练习舞蹈的小建议小tips呢 就是比如说扇子舞因为它扇子的一些技巧嘛等等的都是比如说不是一两天就能够去玩的明白的 比如说扇子舞比如说现在跳的时候是需要很多的韵味啊等等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跳舞最重要的是跳感觉 跳一个状态就是你跳什么样的舞就要把它它的比如说味道给跳出来 对而且我觉得大家都每个人可以看到他们在跳舞的时候都非常有自信的 对 每个人都是非常有自信的那个状态 我觉得就是很好的 对 然后一定要继续坚持 对 继续好好的走下去 对 我们掌声谢谢洋洋同学 同时也恭喜洋洋同学结束了第二个任务 现在我来交给你今天的第三个任务 好 请新生体验官 洋洋同学前往学生创业咖啡厅实习 为志愿者送去小薰衣 洋洋学长你看下面是我们的创业咖啡厅 现在距离开店还有一个小时 在这期间你可以学习一下如何自己制作咖啡 哈喽志华店长 哈喽刘欣你好 哈喽 洋洋你好 哈喽 那教我们洋洋同学做咖啡的任务可就交给你了 嗯我一定会好好教洋洋的 体验了一下 希望下次做的时候能做的还不错 已经很不错了至少这个底很很很干净 我想拉一个笑脸 嗯 差不多了对很好看 有一些嗯有趣的 哈喽同学 嗨 这是我新做的咖啡 然后希望你们能够品尝一下说来真实的感受 谢谢 哇好特别啊 我可以喝一口吗 快喝尝尝 嗯好香 嗯好香 哇我觉得好好喝 哈喽大家好 哈喽哈喽哈喽你好呀 这个就是你制作出来的咖啡 那非常恭喜你啊 到现在已经完成了我们的三个全部的任务 那今天我们的北外之行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 嗯 那在最后呢我也想问一问洋洋同学 在北外待了一天之后对我们的同学们有什么话想说吗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北外来体验校园生活 北外的校园生活 然后首先我觉得就是北外是一个很多元化的一个学校 然后呢就是校园的这个风险是非常的美 然后同学们呢也非常的友善 就是我希望新的学生入到入学之后 能够一定要有余的尝试去追寻自己的朋友 非常感谢洋洋同学对我们北外的同学 还有2023年即将加入大学生活的学历学妹们的建议 那我们今天的北外日旅就到此要结束了 那等下说再见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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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